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 现在已经是早晨8点10分左右了 早晨起来虽然太阳已经出来了 但是还是有点凉 晚上的温度可能只有华氏63度 现在可能也只是华氏67度左右吧 还有点小风 所以稍稍的有一点点感觉到凉意 我要穿着外套 然后还要穿一条裤子 平时我都是短裤和一个T恤 早晨里面非常安静 这些来camping度假的 他们其实也是 有些人时间也很短 只有一两个晚上或者两三个晚上 有些人时间长一点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时间再长的好像就比较少了 但是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有几个就是这个营地上有个标志 就是这个trailer或者这一户人家是这个有annual pass 就是他们是在那住一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园坊呢 就给他们修一个平台 修一个permanent的一个平台 他们可以上下比较方便 早晨这边很安静 这个有一些鸟在叫 很少偶尔会有人在遛狗 刚才我看见一两个 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 这个 这个也是在变化 像我们前面这个车就是昨天晚上才来的 像我们旁边的车也是只待一个星期 然后下个星期就走了 因为每一个辆车的那个窗户上都可以贴上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哪一天离开 比如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车 这个车子前面 看到有个大大的字 9月7号 那也就是说我们9月7号离开 很多人的这个车上还可以听到就是声音 他们就是呼隆隆那种像是那个噪音吧 那个他们是整夜的是开着空调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晚上其实很冷啊 晚上我们把窗户全部都关上 而且还要盖着后被子 否则就觉得是有点冷的 中午会很热到90多度 尤其是下午2点3 4点 2点3点 4点的时候 在车上吧 虽然开着空调也不是特别舒服 但是呢 如果要是在外头呢 就是稍微有点热 其实最热昨天到了97度 然后我在阴凉的地方 然后有点风 我觉得还可以忍受 因为外面呢特别干燥 它不是说像这个中国的南方呀 或者像佛罗里达呀 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温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特别潮湿 人就很不舒服 喘不上气来 就很难能够在那待住 这个地方呢 它是沙漠气候 整个南加州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到了100度 你在外面待时间短一点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都不会觉得太难受 只要不要直接暴晒 我是说在阴凉的地方 只要是有阴凉的地方 尤其是有风 所以它的那个湿度呢 特别低 就是完全是干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沙漠里头 更是干燥的 所以带有点风呢 97度没关系的 97度是可以忍受的 然后坐那儿 可以照样看书啊 可以那个听音乐啊 可以坐在外面 这个看看手机什么的 都没有问题 这个现在 但是一早一晚还是很冷 就是现在还是很凉 可能要再过一两个小时吧 天气才可以慢慢转暖 OK Thank you